哈囉,大家好!我是喜歡香草、熱愛田園生活的尼克 今天有好朋友來家裡 雖然今天是下雨天,然後下午時刻 所以我還是要好好的努力準備 大家來看看我做哪些 這是我從頂樓花園摘下來的銅號的花 作為我的迎賓花 還有就是我過年時候的一些球根 我並沒有拿出來種 我到現在才拿出來種 所以你看風信紙現在開花了很香喔 所以我家的香氣是天然的香氣 看這有三個風信紙 已經兩個開花了 一個是淺黃色 一個是淺紫色 一個還沒開花 然後還有這個紅蒿 今天綿綿細雨難免會淋到雨啊 所以我希望訪客來到家裡的時候 能夠感覺乾爽 然後溫度也比較溫暖 所以我就開了我這個煤油燈 這個是我準備的茶點 那我本來想說應該就是普通 但是我剛剛偷吃一片 然後呢 就再偷吃一片 因為啊 超級香好吃的 它是橙花餅乾 柳橙那個橙花 哇好香喔 所以我才會一口接一口 那這是法國進口 無錫瓦走耶 是法國進口的 再來這個就是借花獻佛了 這個是去意大利旅遊的朋友 送給我的 拿來招待今天的訪客 哇 Fruit Delight 有沒有 那這邊應該是那個 Cranberry Strawberry Blueberry 欸都是berry耶 再來是peach 然後這個是mango 這個是pation fruit 所以百香果 芒果 桃子跟杏桃 就是蔓越莓 草莓 藍莓 都是紅茶 好 那就看等一下客人想吃哪一個 這麼多茶具 這個好了 這是afternoon出的茶具 那這是我的一個香草好朋友送的 欸 你們不要偷看到那隻綠頭鴨 超小隻的我的收藏品 很小吧 比我的指甲還小 迎接朋友的到來 我在往廁所方向的這個牆面 放了一個虛擬草的畫作 廁所的牆面上 我也放一些香草的裝飾品 等一下朋友們就要過來了 希望他們會喜歡我今天的阿財 有那個黃色 銅蒿的銀冰花 然後有紫色淺黃色的 很香的風杏子花香 然後還有我家 鄉下的田園風光 還有剛剛那個很香的橙花餅乾 那還有借花獻佛意大利帶回來的水果茶 那如果你也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掰掰